我曾經想過是這隻指紋戒指 做求婚戒指 但我發現… 錯了 不…怎麼向他求婚 又拿到指紋, 很難的 難道好像偵探一樣拿著一隻杯 就印了… 下大點之後他收到那份東西 原來要用我的手指印上去 而不是這樣用膠紙… 想騙你也不行, 想說… 對, 所以… 一定要印上指紋 他當時沒有訂這雙戒指 就自己做了一隻戒指給我 他做了戒指就向你求婚 對, 他做了一隻戒指給我 然後我就說, 要在家製作 他說, 是的, 我打完邊爐 順便剩下啤酒就把戒指燒出來 真的嗎? 在家製作 是不是那些石像… 不是, 那時候我們貪玩 買了一些純銀的東西 可以在家製作的 我通常買了, 可能很久之後才記得 但原來他買來, 一早就可能會記得 其實… 一直就有個… 他有想過, 想做一些東西 但他就發現這個不成功 他就用那些東西做了戒指 我就說, 什麼時候? 我又不知道 他說那天晚上你去玩的時候 我不是在家裡吃火鍋 看到有火鍋, 有火鍋 就把戒指弄好 他做了一對還是做一隻? 一隻, 他的戒指應該是一隻 只是送給你 對, 是的 那時候會不會很感動? 也感動, 而且被人笑很久 真是壞, 你去玩的時候 男朋友就做戒指, 你媽媽的慘愧 對, 是的 坊間不少人批評鄭伊健是大小孩 終於打遊戲玩樂 但對蒙家慧而言 原來伊健周申寶是很好的學習對象 譬如有些東西會生氣 有時候做完事, 可能整件事做得不好 可能有些東西, 例如客人或做事不好 總之回來會生氣 不是心目中想做的事 即不是你期望的事 不是期望的結果 可能很多人回來會生氣 他會放下就放下 所以他有時候跟我說 為什麼要打遊戲機 是不要讓自己去想 因為經常要記住自己不好的事 把我射了壓力 對, 他忘記了, 我就再努力做事 譬如有時候做事, 有時候有很多配合 可能其中有一部分脫掉 你發脾氣也改變不了事情 他會選擇我不會發脾氣 我會找回事情, 怎樣解決就算了 譬如誰做得不好, 他會去包容 每個人都有做得不好的時候 希望他下次不好 他記性真的不算好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要學習 我想他真的算很好 我記得譬如有一次 有一宗交通意外發生了 我不懂得怎麼處理 我就說我要問警察 他說其實口供下降了 你不要再打他, 去問他犯人 讓別人做事 我說不行, 我不放心 我真的想打回警察 我怕自己說錯了 但其實他的出發點 為什麼不想打他 是因為他知道我一個人很容易緊張 很大壓力的人 他覺得我越追問 就越給自己壓力, 會對身體不好 他就覺得你放鬆一點 事情你等他去, 有什麼事 到時候再算了, 我會堅持 我認為這件事有點大聲討論 我們大聲討論 你讓我打電話, 打有什麼問題 他說你不要弄那麼多 讓自己辛苦又緊張 誰知道最後的結論是說了一句 不要緊, 你喜歡做的事 你去做, 你去打吧 總之記住, 我永遠都支持你 他說了這句 我聽完沒什麼, 就打電話 我沒什麼, 我不記得 當時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是的, 但當天駕駛車的朋友 他聽到這句 隔了很久, 告訴我 他說, 你想想兩個人 一男一女, 男女朋友 這些事吵架, 通常到最後就是 是故事 天駕駛 華麗 天駕駛 那些事情 這兩個人 是